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的话我比如说蔡剑雅前辈我也发了一首歌在微博上 然后还有蔡依林前辈还有萧雅轩前辈 就是蔡依林萧雅轩前辈是我想要去前进的一个目标 对 我觉得就是我想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 窗跳型的那种天后级别的那种 就可以永远被大家记住的一个很优秀的人 那在这场比赛当中你觉得你有什么遗憾呢 遗憾吗 我觉得遗憾是不可能没有的 就每一场的公演的舞台上对于我来说都会有遗憾 所以这就是舞台的魅力 就是永远都想让你去再上一次舞台 如果说是有机会出来 会觉得哪个方法能做得更好 想在哪一场或者是哪个地方能表现得更好一些 如果再重来一次的话我觉得不是舞台 因为舞台每一次都会有遗憾 但除了舞台之外可能私下跟大家相处 就可能会 因为我们人数比较多嘛 但是我又比较慢着 然后就会要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去认识 我可能如果再重来一次的话 可能就提前 对 就提前先给他们认识 对 我是一个很无聊的人 对 我很少看电视剧 电影 然后综艺也很少看 然后他们大家都问我你会干嘛 我说我也不知道 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人 我想到了 收拾房间 对 就是一直在收拾收拾收拾 对 你平常会看粉丝的留言吗 会 会看的 你希望粉丝做些什么 我不希望他们做些什么 就是不要变心就好 一心一意的 我也会一心一意的好好对待他们的 那你觉得你有什么方式可以去留意这些 有可能粉丝可能会注意到我的一些小细节什么的 我是希望就是因为细节可以打动一个人 而且我的真情实义也会 都是满满的在照片里面 还有我的文字里面都可以 就是尽可能的让他们知道我的 就是不会太多话 但是用我的真情实义去打动他们嘛 对 所以我希望他们也能知道 你讲就是说 既然有个粉丝流失了什么 你会有这种心理疑伤 我觉得粉丝流失这件事情是不可能不会存在的 就肯定会有 对 那我觉得可能每个人 我不能去控制每个人的想法嘛 我觉得如果是喜欢我的话 那就可能我就非常感谢了 但是如果有一天会不喜欢我 或者会去喜欢别人的话 其实我也不会怎么样 但是我是因为我尊重他们每一个选择 你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吗 你不知道对不对 我的缺点就是缺点你 关注腾讯视频微博微信公众号 山芝本人在这里